今天在立法院王世堅質詢的時候 大罵某一個部門飯桶 來看看 來 請教韋翰 剛剛我們才講到王世堅 他現在到了立法院有沒有 來 觀眾朋友 現在是民進黨執政 立法院的備詢是行政院長卓榮泰 民進黨的立委怎麼會上新聞 王世堅還是能上新聞 他對著卓榮泰罵書發部 對不對 他不罵卓榮泰 卓榮泰是他的同門 謝系的大師兄 所以他不會去對他出手 可是他就找一個民怨之所在 書發部到底在幹什麼 飯桶書發部 一樣可以上新聞 而且他的好感度一樣會增加 我們現在主要藍綠白之外 中間選民對於最後的選舉結果 還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王世堅他現在選立委 又重回立法院 他曾經一度又回去議會 所以我一直覺得 台北市 他在台北市的那個 人氣很高 上次跟蔣萬安還有柯文哲 你想要表達什麼 他就黃靖營的婚禮 那天在現場就只有三個人 排成人潮在 要跟他們照相 人行力排 那天余軒在我跟余軒同桌 他是其中一位 我覺得他現在不覺得人氣是不錯的 他人氣很高 他要選台北市長 但是我不是說他會贏 因為蔣萬安連任其實並不好打 只是不知道會不會是他出來選 簡單問一下 偉翰 他為什麼會上媒體 那我們是幫兇 對不對 今天這個新聞 我們有值得 撤掉 第八節來討論他嗎 是不是不值得 沒有大佬 我們說要講打炸 越打越炸 我們政府投這麼多錢 我跟你講他今天的表演 跟他在四議會的表演完全一樣 他的表演的方式 他的道具都一樣 但是王世堅你仔細看 你要曉得他過去從政的脈絡 他通常屬於瀉系的 他都不動 他有偏愛 他罵的人一定跟他沒有 跟他沒有淵源的 他才會修理 他質詢的對象是劉世芳 劉世芳 劉世芳是新潮流生 他是瀉系的 這很清楚 不過有一個 你看 我給大家一個示範 王世堅從來不冒我 你知道嗎 所以我還是要批判他 對不對 你最公正 是這樣 王世堅他在質詢的時候 演這一出 的的確確我們媒體的目光 就被他吸引了 我們媒體都這麼淺薄 沒有就是我們還是會 去抓那個重點的一個訊息 台灣的政壇 包括 台灣的政壇也一樣 沒有比他這次更好看的嗎 有 來 我跟你說 因為這個 這個 詐騙案的的確確是人民的痛苦 儘管前面你看起來好像是王世堅在表演 可是我們要討論一個更深層的問題 真的 術發部到底在幹什麼 你打炸的APP 只得到2.8分 就是你投了很多錢 想要宣導讓民眾不要上當 讓民眾不要痛苦 可是沒有用耶 詐騙的採損喔 就是我們全民被這些詐騙集團騙走的錢 7月光是7月份110億 8月份137億 一直往上飆 而且我懷疑這個數字可能還低估了 我要講一下 打炸辦公室打架國家隊 從蘇貞昌就死亦成立打架國家隊 陳建仁又死亦成立要打造辦公室 之後現在來講明年度 要別人打造的錢73億 然後我看一下數字 我看一下數字 去年6月到今年的5月 整個被詐騙的金額102億 今年6月到8月 總共被詐騙的金額257億 三個月比去年整年度多 2.5倍 就等於他的2.5倍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政府崩塌 你越打越多 越打越炸 成功嗎 這個成功 不是 這是被抓到了 如果你失敗的話 你抓不到了 那這個就沒有那麼多 我昨天去質詢了 我要強調一個東西 更可怕的是什麼 警政署跟我們講講什麼 說那個被詐騙的 大概最多一年內 拿一層回來最多 所以你心裡有準備 你被騙了1000萬 沒有啦 最多一年後大概100萬 最多最多 是這樣子 這還是幸運的 對 來 警政署的數字 昨天剛好我也質詢這一題 昨天在委員會裡面 8月份 財存137 拿回多少 4億 他大概都這個比例 所以他其實基本上 很難拿回來 再來就是說這個詐騙數字 我覺得過去可能 有點隱瞞這個數字 因為其實打炸這個通報網 就是這個通報網上線之後 一個月可以變騙100多億 往年沒有這麼多 往年一整年可能都不到100億 結果現在一個月要破百億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 數字來講的話 要先來把它釐清 到底是哪一個數字正確的 因為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可怕 我請教你 我打擦一下 會不會這個行業 這個不正經的行業 不法的行業 越來大家越熟了 就是喜歡賺這種 欣賺錢的人 偷懶著錢的人 加速的越來越新 是啊 有可能 所以這樣的話 這個你不能把數字 這個數字越來越難看 是官方的無能 是因為另外一方面 從事的也越來越多 那你要防治犯罪 越來越精才對 更多人 不是 我有講法 就是說你那個數字 應該有一個比較科學的指標 我們也需要看科學指標 那我回應一下王世堅講 他說要把這個網路詐騙 通報查詢網撤掉 我是只反對意見 因為我昨天講的是說 我昨天像我昨天指訊講說 你那個上Google一搜尋 排十幾二十名 才會找到這個網站 那應該要去優化 今天好像有優化 已經排第五了 所以我覺得數位部 要認真一點就是說 你要去做防炸 大家 我今天被騙錢 我想要趕快登錄 結果我搜尋 我搜尋不是這個網站 一搜尋出來都是新聞稿 跟165根本沒有 有這個網站的存在 所以數位部你本身是管數位 結果你的搜尋引擎排列後面 這個應該也要檢討 我是希望說這個東西把它優化 讓民眾能夠更方便去通報 通報的時候趕快把它下架 重點是下架 因為通報也沒有用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說 這些國際跨國的這些設計平台 它根本不理你的時候怎麼辦 這是我覺得數位部 要想辦法硬起來的部分 宜萱 數位部在成立到現在 其實我們看到的多多上新聞的都是 它花了非常多非常多的錢 可是它的成效都真的只有一點點 那這個到底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是真的是因為打炸非常困難嗎 或許是 但有沒有可能是政策上面出了問題呢 我們認為也是 因為剛剛大家跟委員也說 這個是整個跨國的這種詐騙網站的問題 你是不是應該要針對問題解決問題 那他們編了很多的預算要出國 那出國回來呢 答案是什麼 告訴我們你去選了什麼樣的技術去防炸 這個詐騙其實是前中後 前端當然就是說像大佬說的 有利可圖 越來越多人進去 那政府就要有利的去打炸 讓這一件犯罪可以防治 那數位發展部應該要去思考的是 自己在這樣子的角色裡面 可以成功做到什麼樣防治的作為 通報系統的優化是一件事 其實王世堅之前他也針對所謂的防偽的簡訊短碼 他也去質詢過了數發部 一樣是做了一件事情 但是他真正成效非常的低 你做了一個防偽的簡訊短碼 現在詐騙的技術每天每天都在更新 你做完了之後 詐騙集團又再次再複製這樣子的簡訊短碼 到底他能不能真正落實這樣的效果 恐怕我覺得數發部還是要先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的錢真的是不是像王世堅一樣 他說的一樣就丟到水裡面去 我請教各位為什麼防炸的失敗 為什麼防炸的人完全歸數發部 為什麼 沒有 那是宣傳 我們講的是宣傳的 我覺得恐怕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罰的不夠重 因為每次這種詐騙犯抓到的時候 在海外抓到 在柬埔寨抓到 他第一個想要知道的是 要送去中國大陸 還是送去台灣 送去台灣他就放心了沒事了 放棄中國大陸 我怕死了 你知道嗎 這點為什麼大家都不 有討論 不去思考這個 刑責太低 我覺得應該罰他們 去給這些死刑現在免死的人 洗腳 我跟你講 好 這是一個創意的 來 韋山 到了剛剛說的很對 就是行動的增加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他今天犯了法 我們就必須讓他有相對應的懲罰 以前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你一個騙子的話 他是以刑案來分 你一個騙子 不管有多少的受害人都算一案 可是這個打炸心法 從這個七月開始上路之後 就變成是一罪是一罰 所以他的刑度是會累積的 等於說這個未來這個詐騙犯 他騙了很多人 他騙了十個人 那他就是十案 不像以前 以前只有一案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未來這個詐騙犯被抓到之後 他就會有更高的刑度 他可能以前只需要在裡面被關七年 他像累積起來 他可能要被關個二十年三十年 甚至四十年 那其實這樣子就會有效的 可以讓他們就嚇阻跟 去讓他們不要再繼續犯罪 那當然這個平台 剛剛所謂的宣傳的部分 當然我覺得術發部 也一定有沒有做好的地方 不過因為這是一個 比較創新的這樣的一個方法 也就是說讓大家民眾 可以很輕易的在平台上 可以查詢到一些 他們想要知道的犯罪的一些事情 那現在當然還不是那麼完備 但我覺得在過一陣子 行政院的要求之下 在委員的質詢們之下 我覺得他應該會越做越好 來 韋翰 最近其實有一個電影在 這個網路的影音平台 叫《孤注一職》 裡面就在講這個 雖然我們新聞看的多了 你真的去看那個電影之後 你會覺得心驚膽跳 因為其實 詐騙的這個防止跟預防 不是只有一個單位 或者是政府部門的事情 你的家庭教育 你身邊的人 他明明都已經在跟車手聯絡 他已經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他想要 孤注一職去投資一下就被騙了 有的是被騙 有的是用賭博 有的是用怎麼樣 它是全面性的 而且它不是台灣的問題 它是全世界的問題 所以現在政府要把這個事情 給處理下來 賴清德總統所提的三大重點 裡面有一個就是打炸 素攤大家看到說 他可能這個檢調方面 動得還是滿積極的 對 但打炸 素攤 然後還有要掃黑 後面那兩個目前 沒有看到什麼成效 打炸既然立法院當中 都已經有立法委員在問 民進黨 立委都已經關注了 我覺得可以提出 是不是跟以往 更有效的方法 不是只有口號而已 因為它會一直轉變模式 然後它有在境外 然後包含我們台灣 有很多人他是被騙的 有的是貪心的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事情 結重止下來 否則它會造成很多 家庭的破碎 真的非常恐怖 剛剛大佬有問到 從業人員越來越多對不對 對 那是因為台灣很低薪 你去做詐騙 你可以賺很多錢 的確有很多人是這樣 被吸引到做詐騙的 你真的想法這麼簡單 有一部分